好 这条影片就是讲了 补课里面的一个ratio的题目 这个补课ratio里面的题目就是讲了 关于actual area 和on the map的关系 很明显的真实的area 很多时候都比map里面的 因为地图一定是缩少了 地图一定是缩少了 有某些地图可能是放大了原本的 就是缩少一点 我首先要学会一些单位的转换 最多会用到的单位就是cm cm可以变成米 米可以变成公里 也可以由mm转成m 这些都可以互换 我首先抄下一些基本的关系 10mm就等于1cm 1cm sorry 100cm就等于1m 接着1000km 这些大家都不难理解的了 不过最难是什么呢 最难就是要有square 当你弄到square 就很容易错的了 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 不如我们做到我们再说 做到再说 现在他就说 叫我们计算scale of map scal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例 scale一定是什么呢 一定是on map 就是给actual的 因为左边一定是小一点的数值 所以on map就是放左边 然后actual就是放右边 那on map是什么呢 on map就是800 的m2次 不是的 阿sir你看错了 on map是 右边这个128 没错 对的 所以我们不要抄错 放错位就错了 而这个128的cm2次呢 就放在on map 就放在左边了 好了 问题来了 两个单位不同 我们要转单位 而转单位就看到有个是cm2次 另一个是m2次 那cm和m的关系是什么呢 那似乎你想怎么转 你可以cm2次 转它做m2次 又或者m2次 转它做cm2次 如果给我呢 我就会化大它 这个数值化大它 就是哪个就变哪个就化大它 当然m2次变成cm2次 是不是 这个大单位变成小单位 那么数值就会变大了 好了 那来了 现在是800的m2次 我要转它做cm2次 那怎么转呢 首先 我要知道m2次和cm2次的关系 我们知道m和cm就是这个关系 100cm就等于1m 现在我想转它变成1m2次 就是怎么样 就是1m乘1m 那1m乘1m是什么呢 就是100cm乘100cm 就是1m2次 就是1m2次 即是等于100乘100 就是1万cm2次 可以吗 原来是要这样去想的 逐步逐步去想 你就不会错 就算将这个方法应用在其他单位变满度 都是一样的 因此这个800就变成800乘10000cm2次 那就会得出128cm2次 就给800再加多4.0cm2次 那你用计数机一按 用分数128cm2次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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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得出1比62500 但阿sir不是哦 没有这个答案哦 因为这个是面积来的嘛 所以我要将这个面积的A比例 转回来做连续的 那怎么转连续的呢 就是开放它了 就是开放它了 就是1比62500 开放它